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好一切都很顺利 那但是呢 因为现在很多的台商也已经赶到胡志明市 就暂时认为先做一些躲避啊 我想实际上就像方才这个次长也说了 但我们也成立了专案小组 这个危机的专案小组来做处理 那他们当然希望这群这个流窜的报名 能够尽快地散去 这是唯一的能够解决的方式 当然我们政府也做了强力的要求 希望越南政府能够站出来 因为我们没办法去带行他们的这个工作 所以我想尽快散去 可能是他们最大的心声 我想对这一点我也希望 外交部能够 这个能够把这样的一种心声 还有这样的一种 大家的期待能够尽快地来处理 是 我们一定会如实转达 好 谢谢 那实际上呢 因为我觉得碰到这样的问题 真的我们很关心我们的台商 但我们很遗憾的 我们今天也听到 当然今天在我们委员会 好像是没有人提到 但是我们有民进党的萧委员也说 说这一次 这个我们台商遭到波及啊 跟马政府的一中政策啊 可能也造成一种混淆 我想绝非有如此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受到伤害 我们这心里都很难过 要赶快先保护我们自己的台商啊 那我觉得这时候来谈这样的问题 实在是有点伤感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实际上我觉得 其实这个月啊 我们才刚刚看到报纸登到 当时我们华人的工人到美国 骤金山去兴建铁路 当时一万两千多人 死亡的人数是一千两百多人啊 是一成多 那实际上 当时美国白人 还有爱尔兰人 去兴建的时候 没办法完成 没有人要去做这个工人 但引进华工以后 顺利的完成 但是很遗憾的 立刻美国就提出了排华政策 这样的法案 那通过 但是最近才 等于说让我们这些华工 进入美国劳工的荣誉榜 我觉得这种都是一夜心酸史啊 是是 所以我们华人在世界上 我觉得这个让我们其实是 这个真的我觉得要 自己要自立自强啊 要不然的话我这个国家 这个弱国无外交啊 如果我们今天自己国家不强 自己没有办法让我们这个更有力量的话 我觉得真的 我们所有不仅我们自己国家将来 面对世界的挑战 我们所有在世界的海外的侨民啊 同样也会容易 没有办法能够展现我们自己的一个力量 所以我想对这一部分是我们共同的期待 是 但第三个我也感受到就是说 这个 因为我们最近您也看到了啊 因为这个 我们从318学运之后 我们也期盼 这种社会运动 不要影响到 真正国家的一个基石 因为他们原来也是游行嘛 游行以后变成暴动嘛 然后一发不可收拾 那但是背后很多的因素 我想也不在这边讨论 但是呢我想有很多 原来就算是正常的一个社会运动 但是呢如果走偏了 造成伤害 对国家社会的影响 其实是非常深远的 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 也顺便这个提出来啊 那我们也希望 这个我们外交部啊 因为我觉得外交工作的人员 真的非常辛苦 所以我们也期盼 应该要给外交部更大的力量 那我们大家啊 不要应该真的是 不能再以意识形态 而应该是以国家啊 整体的前途为面啊 一起来共同努力 谢谢 我们会全力以赴 谢谢委员 好谢谢 报告文会 我们下期再见